又是美好的一天 先来冰箱拿一个酸买 主要是我姐她肯定想喝 再来一个 大碗桌 还不起床 默默唧唧的 给你 我出门了 按钮 你就搁这搁油摊吧 我走了 今天是猪胖胖被迫一夜 看我精湛的投篮技术 真的姐妹们 我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成都快七点的一个天气 太阳可大了 出门 我们先来这里看看 进去搞点东西 七七八 先来一个这个换子千层蛋糕 安排 这个沙拉还没吃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 来安排一份 今天来尝下这个 海盐柠檬口味的小冰球 安排两个 再来搭配两瓶元气森林 天哪 太幸福了 这条街都是卖小摊摊的 太怀念了 从小吃到大 接下来呢 再来全家便利店搞点东西七七八 今天呢 来尝下这个康师傅的拌面 看好不好吃 安排 哎呀 这个茶派也太可爱了 看跟我的手对比 来两瓶 先囤着 再来安排点关东煮七七八 我超想念辣味关东煮 再来安排点杂串七七八 采购完毕 今天也是解放双手的一天 到家之后呢 先来安排一下我这一份念 来啦 姐妹们 今日份的营业开始咯 然后今天呢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冰 它这样浅绿色的 好好看 哇哇哇 它怎么吐了 生活的仪式感 倒在杯子里面喝 哇哇哇哇 这颜值是真的可 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吃这个关东煮 抹玉丝 辣味关东煮味道可浓 大萝卜 鲜嫩多汁 妈呀 辣的关东煮吃起来就是得劲 海带结 依旧喝不出来什么太大的味道 我发现711他们家的冰球味道都会比较淡 全家的风情豆皮串 会软一点 然后豆香味更浓 弹鸭鱼蛋 这个是全家的丸子 甜甜的 里面还能吃到轻微的脆补感 哇 突然才想起来问你们 我今天画这个妆就可淡 你们喜欢看我画淡一点的呢 还是浓一点的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吃下这个贼大的酱香 这个在里面卷上土豆啊 或者凉菜也可好吃 像这个饼的话贼厚 所以他吃着贼顶饱 最后再来一口 哇 香 喝汽水贼容易打嗝 然后呢 我们来吃下这个拌面 它是热腾腾的 这个干拌的很好吃 味道会比较浓 但这个面还是超级的筋道 哇 这个是我寄咸蛋黄拌面之后 第二个觉得也很好吃的一个拌面 下面面都碎了 最后再来一口 真香 今天也是吃草的一天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沙拉好不好吃 先把这个沙拉这样安排进去 我的妈呀 这也太健康了 吃起来还可以慢慢的健康 吃沙拉也太痛苦了吧 小南瓜 黄瓜 这个小番茄可好吃了 最后再来一口 这种绿色健康食品真的我不配 欣赏不来 被迫放弃 吃下去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就是生菜的感觉 最后呢 再来吃一个饭厚小甜甜 就吃这个紫色的蛋糕 这个可好吃了 七央央的蛋糕真的绝贼好吃 最后再来一口 干杯姐妹们 今日份也是吃了打宝贵的一天 好了 姐妹们 今日份的满足呢 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哦 拜拜